小小姑姑 小小姑姑 你不要走 有完 要是杯到 就你了 哇 剛剛本來想說先唱個歌可以緩和一下情情 我們再來聊一聊你的故事 和光唱歌 就已經累得滿面了 其實你剛剛唱的那個歌詞是 你選的歌 剛剛那個歌詞說 小小姑姑叫你賣走 所以這是你對前夫代表的 還有依戀嗎 其實我 我跟他 經歷過了就是 他是做生意的 他是做誠意的 其實那個時候跟著跟他認識的時候 他真的對我很好就是 因為他知道因為其實藝人拍戲 所以會想到希望可以學其他的東西 對 當一個男人他會願意帶你去 他的工廠 或者是他帶你去國外 叫你怎麼樣去找衣服 拼衣服 或是在這個過程的時候 你就覺得他是 你把你認定 你是就是他的老婆的 嗯 他想把你帶到他的世界裡面 對 所以那個時候一路就是這樣 我就覺得這個男人是很可靠的 然後 後來之後 我們交往大概兩年多 然後就結婚了 然後之後其實呢 在 結了婚大概 在我兒子大概 一歲左右的時候 其實我們那個時候 店裡的聲音就已經 一直走下坡了 五分埔那個時候其實就已經不行了 因為電商崛起嘛 對 那個網路的時候慢慢的 開始起來之後 很多家的店 其實都慢慢的已經要 都收了 那我們是其中的一家 然後那個時候我什麼都不會 那個時候那個 因為那個時候結了婚 我就顧小孩了嘛 然後 那個時候店要收 那個時候店裡 我們有三家店 一家一家收 然後 我就必須我要去店 那個時候小孩還小 我就請婆婆幫忙帶 然後我就要 就正在去店裡學 怎麼賣衣服 那時候還有在拍戲嗎 那個時候沒有拍戲 那個時候小孩又要顧小孩 然後又要顧店裡 然後又要 那個時候 一人管一家店 然後 我又要跟著 又要去工廠 去打板 就是要趕快看他們把店撐起來 可是真的是沒有辦法 心情上 怎麼去調適 我覺得 婚前的時候 當然是 就是會關心你啦 就是餐餐問候 你吃了沒啦 你在幹什麼 餐餐都問喔 這個都是很一定的 我覺得就是 在交往的時候 都會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一旦結了婚之後 結婚後呢 我覺得結了婚之後 可能又有小孩 又要顧小孩 對 然後還有 生意上又會有很大的那個 對 所以他可能 我在猜啦 是不是因為這樣 他有他的壓力在 那 他的個性是 他有什麼事情 他都放在心裡 他不會跟我講的 我們是吵不起來的 我要跟他爭執 我大聲 他完全不理我 我永遠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然後 然後有時候會聊到 有時候是 你知道有時候我們去吃飯 兩個人明明面對面吃飯 吃完飯之後 他就會說 我到外面講個電話 我會感覺 我好像是我自己一個人來吃飯嗎 常常這個樣子 然後回到家呢 這個真的是 你看那個太熱的 我覺得很糟糕 這個太冷了 他幾乎不跟你溝通的 真的很少 除非是 你跟他吼 或者跟他吵架也吵不起來 對 他不會跟我吵 然後 你有時候如果傳訊息給他 他會 毒了 但是他不會回你 可能會等很久 大概三四個小時之後 或者隔天要想到 他才會回你的電話 隔天才想到 以前是餐餐問候 現在隔天才回簡訊 對 然後有的時候呢 我 他會 有時候他早上回來 買早餐 你知道我會看他餐桌上 只有小孩子的早餐 沒有我的 然後我就要問他說 我說 我在這裡喔 你有看到我嗎 我說為什麼沒有我的早餐啊 他說因為我想小孩 如果吃不完的話 我會幫忙吃 那小孩如果吃完了呢 你就沒得吃啦 這個 所以反而我兒子 反而會看到都會 常常都會說 媽媽那你沒有怎麼辦 那我分你一半好了 我吃少一點 嗯 所以他什麼時候 開始變成這樣子啊 大概四年前 就是其實那個時候 公司的事情 婆婆離開之後 然後就把我們的關係 就慢慢淡了 我覺得淡也有可能 就是因為那時候 暫時分開住嘛 那我只有假日的時候 我只會帶小孩子回來 然後平常工作的時候 就真的是 我就在娘家那邊 我覺得可能也是 這樣子的時間 讓他們 我們的關係就慢慢變淡 嗯 然後可是呢 我有試著 我花兩年的時間 我希望我們的關係 可以拉回來 嗯 然後我也跟他說 我說那時候我自己在想 我如果小孩 我兒子大了 然後我老公就是這個樣子 我以為我一個人怎麼辦 嗯 我就跟他說 我想要再一個小孩 啊 你的想法是再一個小孩 因為我要陪伴 我怕孤單 嗯 那個時候我的想法就是 而且再來就是 嗯 我兒子因為看到 你看現在有一個小孩 那你要負責 你可能要付出更多 你的老公又這麼的冷 我懂 你不會覺得更難過 不不不不不 我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我看到我婆婆這個狀況 因為我老公是算獨子了嘛 嗯 那我就會覺得說 如果說我經常 將來我 我老了 我走了 只有我一個 我兒子一個人 沒有兄弟姐妹 可以幫忙的時候 他怎麼把那個壓力 是很大的 嗯 我會覺得說 媽媽的心什麼都擔心 對 我會覺得 我想得好遠 對 我想說 我希望他有一個弟弟 有個妹妹 至少以後你們大了 你們還可以陪伴 還可以做飯 嗯 對所以 我後來 所以我兒子跟我女兒差六歲 嗯 然後我女兒生了之後 其實我花了兩年時間 我跟我老公關係 看能不能進 然後你跟我再回來 像之前一樣 可是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覺得越來越冷 哇 完全是真的是 這種冷到最高點怎麼回事啊 你有試著跟他 就是說你有真的當面問他 然後他都不理你 我有跟他講 我說 我說為什麼 你在想什麼我都不知道 你至少你要跟我講一下吧 他說 他只是看著我 跟我說 我知道你要跟我講什麼啊 然後他說 我很累 我覺得好像在逃避的感覺 他在逃避 可是真正會願意跟我談 就是離婚 嗯 我是受不了 我說我也跟他說 我給你兩年時間了 嗯 不但沒有改善 那這兩年我封閉我自己 我說很多朋友都給我 都覺得說 我已經不像我自己了 嗯 他覺得說我覺得 你要不要走出來啊 我覺得你好像生病了耶 所以那個是我 我就跟他談說 我覺得我們分開好了 我覺得這樣子你快樂我也快樂 他那個時候才在挽留 那個時候他才把他的想法講出來 可是因為來不及了 他怎麼說 他覺得說 他說其實我真的 他沒有不愛我 他說我心裡我心裡我還是愛你的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他的心很累 嗯 因為他有他的壓力 他說我有我的很大的壓力在 那我的壓力我是不會跟你講的 因為他覺得我要照顧小孩 就是他可能連自己都已經處理不好了 對 他沒有能力 就是像剛剛潘醫師講 我 就是大家我們剛剛討論的 我今天嫁一個老公 我覺得他也是我兒子 嗯 我全部都在照顧 可是他可能看到那段時間 公司的狀況 婆婆的狀況 小孩 他覺得我已經很冷 因為都是我在顧 小孩都會黏著我 所以他覺得他不想給我壓力 潘醫師 碰撞我請問 你不要給他一個建議 因為男人當然本身他承受的壓力 他已經看起來是無法處理 他也對他也是官商那個大人 其實很多男人 尤其台灣的男人 最大的一個毛病就是 沒有辦法示弱 對 我相信他喔 你看媽媽去世 三家店收了 那又要照顧小孩 有可能他壓力大到 他情緒可能也處在一個很低落的狀態 可是男人常常會這樣 我不願意承認 這可能承認了就代表我失敗 他寧可選擇逃避 對 然後不把這個講出來 他不承認自己有問題 然後這個時候怎麼辦 只好就是說減少溝通 就變冷漠 就會變成冷漠 所以有的時候喔 我有一些病人來看診 他的問題是什麼 是因為他的人際關係 特別是跟另一半出了問題 為什麼 有可能自己有壓力 然後婚姻也久了 好像熱情不在 那個關係就會變很差 但是有些人有警覺 有些人沒有警覺 有時候這種關係喔 一旦像你講 兩年的時間 有可能就會讓另外一半 就會受不了 所以有的時候這種 就是說你的情緒問題 已經到了造成人際關係的困難的時候 我覺得啦 那個時候不妨 你來看醫生 說不定他已經有一些 表示悠悠的症狀 我覺得他好像生病 可是像這種關係 已經越走越遠的時候 還回得去嗎 這已經冷漠到 你要讓他了解說 你可能是有問題 你可能必須看醫生的 可能不是你的錯 也不是我跟你之間的錯 是你生病了 對 你要去看一下排醫師 我覺得女生我們紓壓心情的方式 似乎是用聊天的方式 就是找姐妹她出來聊 然後跟我們先生聊 可是我發現男生 面對壓力都是喝酒 他們不是會聊天 因為朋友出來也都是 啊 乾啦 然後就喝 他們也不會聊天 是這樣子 男生很難 男生會跟男生的朋友聊 但是如果要跟太太講說 男生跟男生朋友聊心事也很少 對 我發現是這樣 沒有辦法怎麼樣 男生就是比較 本來就比較不善於表達 對 那這個有時候 是怕面子掛不住吧 是怕面子掛不住吧 也是一個 是不是 但這對我覺得對男生而言 這個也需要練習 婚姻關係 我覺得如果在婚姻裡面 那等於是影響我們情緒 最大的一個因素 只要說 每天跟你睡在一起的另外一半 只要是吵架 我覺得沒有人心情會好 先生太太都一樣 沒有人心情會好 可是呢 要怎麼樣把那個熱情找回來 很多特別是男生 他不知道怎麼辦 太太能做什麼 最簡單的 我覺得應該是陪伴吧 會不會 因為我發現像我老公 其實他是美國人 他是從美國搬回來台灣 然後我也發現 因為換了環境 他也換了另外一個人 因為他就覺得台灣生活步調 太繁忙了 然後我發現說 他說他回來 他是累到他都不想講話 那我覺得那時候我能問他 真的是你問他說 你今天好不好 你怎麼樣 他都說我真的很累 我不想講 所以那時候我覺得他就是 好吧 那我們就是陪伴 就是我們都不要講話了 我們就是看一個 你喜歡看的東西 或者是電影 我們就是陪他在沙發上 陪他看 後來就好了 後來我就問他說 你那一段 而且那時候他那一段 他染上酗酒的這個習慣 以前在美國是不喝酒的 現在面對壓抑 他不知道該怎麼辦 他就喝 喝我就說 那你跟你朋友出去喝 你們都在聊什麼 他說我們都不講話 我們就是在不停的乾杯 所以有時候我就覺得說 那個時候其實我內心 我感到非常的惶恐 因為我是很愛講話的人 我舒壓壓力就是講話 那我覺得以前 我跟他講話的時候 他是會回應我的 可是後來我就發現 我們的關係怎麼會變成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就採取他的方式 他告訴我說 你可不可以就是 你就陪我就好了 所以我們時候真的是 肩並肩坐在沙發上 我覺得這是他要的 我尊重他 我就給他這樣子 對 陪伴 然後傾聽 那當然也要對方願意講 尋求一個雙方能夠 要花時間或一些方法 來找到一個彼此可以溝通的方式 或是說我覺得 如果夫妻可以找到 比方說可以一起做的事情 或是共同的興趣 比方說 但是這個問題也在於說 台灣人常常都會太投入於工作 其實老實說 我覺得那就是人不夠完整